要講的這一位CEO 有一天晚上呢 他的這個社交媒體就有人寫以來說 How are you? 你好不好? 他就是一個 welcome break 一開始對方也沒有想要什麼 對方也說 其實我只是在想說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人也還醒著跟我一樣啊 你看這句話是不是講到他心裡面去了 跟他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荷爾蒙 就 flood your brain 那很快呢就交心 不能跟別人講的話 我可以跟他講 這個變成我的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再繼續往下走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你不能沒有他了 每天看到他的名字 你都心暖暖 所以這整個過程就不得帶領他 走進了這個愛情的陷阱 大家好 歡迎收看社會鬧什麼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陳詠儀 今天想要跟大家來談一個話題 你應該覺得不會很陌生 因為特別是身在台灣 我們常常聽到 詐騙的這兩個字 那不知道是不是算是 現代的社會特別會詐騙 還是我們的國家 快要升級成為詐騙王國了 但是這兩個字 相信各位一定不會陌生 我們應該是不是可以想一下 他不是什麼 他不是偷 他不是搶 所以偷的時候是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就被人家拿走了 如果是搶 我有意識 但是我沒能力 保護我覺得很有價值的東西 就被人家拿走了 但是詐騙 這兩個都不是哦 那他到底是什麼 我有時候跟我的學生講 學心理學這麼久 我有沒有辦法讓你 自願的從口袋裡 掏出兩千塊給我 送我兩千塊 我又不是魔術師 我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那學生會不會講 你心理學學了幾十年 怎麼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呢 顯然我沒有詐騙集團的人 來得厲害 詐騙是什麼 就是讓你自願樂意掏腰包 把你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拱手送人 那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我學心理學 學了幾十年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呢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他要能夠先把你這個人 放在一個我們所謂 vulnerable的position 就是弱勢的一個位置 如果你被放在這個軟弱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vulnerable position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會落入這樣子的陷阱 所以詐騙集團的人很厲害的一點 是他能夠用現在 AI的方式 大數據的方式 甚至他個人經驗的方式 來先萃取一些人 這些人可能在人生這個階段 在這個時刻 他的心理狀態 是處於弱的這一個階段 所以我再一次講 不是你這個人特別弱 而是你剛好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時刻是屬於弱的 那你如果不那麼剛好 處於一個很弱的階段怎麼辦 他把你放在這個階段 所以大家大概都很了解 也很知道 今天我不多講這一點 就是他把你放在你著急 你心急 你來不及想 馬上做決定 你關心的人在醫院了 要急診了 要費用了 你現在的賬戶 你很在意裡面很大筆錢 馬上就要被凍結了 再不轉出來就糟糕了 這是他把你放在一個 軟弱的位置的時候的一個手段 所以任何人 被放在這樣子位置的時候 我們的防禦心就降低了 那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大概近年來有機會接觸的一種 詐騙的類型跟手法 那英文叫做 Romance Scam 中文其實可以把它翻成 愛情詐騙 心理學上有一個東西叫做 Optimistic Bias 也就是我認為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 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怎麼會落入愛情詐騙 講出來都不好意思啊 都不敢跟人家講 因為別人一定會覺得 怎麼這麼丟臉 你書都白讀了 事都白做了 怎麼會落入這樣的情境 我們常想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人 怎麼會有人會這麼的天真 會去相信這種事情呢 這個事情 可能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當他被放在一個軟弱的位置的時候 在我的病人當中 有非常非常優秀的 美國前100大的CEO董事長 有男有女 也有在美國各式各樣的機構 做得非常成功的人士 要講的這一位CEO 就是在紐約大的公司 當時的情況就是單身 單身其實在忙碌的生活當中 對某些人來講 很具有挑戰性的一個時段 就是獨處的時段 那有些人獨處的時段 他可以處理得很好 他有他自己的嗜好 他有他自己的規劃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在忙碌習慣之後 在環境中 聲音都安靜下來的時候 旁邊沒有任何的 刺激或互動的時候 他反而有一點點的不安 有一些的焦慮 在我這個病人來講 那那個時候他就很想要 希望有一個有意義的一個連結跟對話 那他不是沒有家人不是沒有朋友 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談心的人 因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 他都有一個被期待展現自己的方式 在公司是一種 在大的家庭聚會是一種 可是他想要一個可以自由談話的人 所以他一開始上線的時候 也沒有特定說他要找一段親密關係 他只是要找一個人說說話 有一天晚上 他的這個社交媒體 就有人寫以來說 How are you? 你好不好 他就是一個Welcome Break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安靜 讓他覺得有點不安 雖然這個人不知道是誰 他的想法跟我也一樣 這無害嘛 就講講話嘛 人家我只要看好我的錢包就好啦 所以他就跟他開始對話 一開始對方也沒有想要什麼 對方也說 其實我只是在想說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人也還醒著跟我一樣啊 你看這句話是不是講到他心裡面去了 他還先把這段這個conversation 先結束 對方先結束 對方說不好意思啊 我明天早上還有個早會 所以很謝謝你今天晚上能夠成為我 三更半夜的一個交集 所以呢就先跟你晚安了 你看欲情故縱 那下一次的時候 社交媒體上就注意到了這個人的handle嘛 他的秘名嘛 好這個就是attention and attraction 好他得到你的注意力 對你有吸引力了 這一段conversation這個對話就慢慢的繼續下去了 那其實速度是滿快的 那很快呢就交心 不能跟別人講的話 我可以跟他講 這個變成我的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這個時候 安全感就建立起來了 那在繼續往下走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你不能沒有他了 每天看到他的名字 你都心暖暖 聽到這個叮一聲進來 你都會趕快看一下是不是他 跟他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荷爾蒙 就flood your brain 那這個時候理性就變得很弱了 我沒有說理性變靈 加上我們之前講的optimistic bias 哎呀我又不是呆子 我怎麼可能 然後你還可能去做一些確認 這時候你做的確認 就是我們所謂的motivated reasoning 他給你一個什麼破爛子 你都會覺得是身份證 因為你那個時候就想看到身份證嘛 所以這整個過程就一步的帶領他 走進了這個愛情的陷阱 那這個問題就有來了 我們想聰明的人 為什麼會落入這樣子的詐騙 平常在外面四煞風雲 為什麼回到家裡面 在網路上 會被這麼簡單的詐騙手法 去擄獲他的心 前而夜是負責邏輯思考 但是中間是emotional activation 所以啟動了我們的情緒的時候 這兩個 你覺得誰優先嘛 當然是我們的中間的emotional brain優先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我們的attraction 所謂的吸引力 那它會引發我們大腦 分泌多巴胺 大家可能都聽過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多巴胺一旦分泌出來 會讓我們很有動力 會想要去追尋 大腦就分泌出了 Oxytocin跟Vesopressin出來 那這個時候只要這個人 他在你的腦海裡面 他從你的五個感官裡面 任何的一個頻道 出現在你的感官裡面的時候 Oxytocin被釋放出來 就會讓你覺得滿足幸福 信賴 倚靠 Oxytocin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俗稱爆爆荷爾蒙 就是我們在跟親近的人 有肢體接觸的時候 甚至有擁抱的時候 就會分泌爆爆荷爾蒙 它的效用是很多很多的 它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安全感 它可以降低恐懼 增加幸福 它甚至可以幫助我們的傷口 能夠癒合得更快 所以這個的效用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very very powerful 那當Oxytocin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幸福的感覺 有被愛的感覺 它的反應是Vessopressin Vessopressin是要去捍衛你所愛的 所以是跟aggression 跟攻擊性是有關的 這個時候呢 都是我們中間的大腦呢 就在主導了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現在為什麼有一些詐騙 就開始願意跟你通話了 因為在通話的過程 可以啟動你的Oxytocin的release 雖然對他們來講風險 稍微大了一點點 比不通話要大一點點 但是可能對他們來講 這是值得的 因為這個hook 是可以把你拉進來的 回到我一開始所講的 為什麼愛情詐騙這麼吸引我 讓我覺得跟 它跟一般的詐騙不太一樣 它是如此直接 跟強大的啟動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生理機制 讓我們能夠去注意到它 被它吸引 建立信任 一直到最後樂意請家蕩產 把我們所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拱手送上 雖然從頭到尾 我沒有跟你有過肢體的接觸 但是我已經建立起這樣子的一個 信賴感的時候 它比我的家人還要強烈 你覺得有很多你的遠親 來跟你借錢 你願意借嗎 沒有耶 為什麼你對於這個 好數位謀面的人樂意 因為他已經建立了 你的這個信任感 然後呢 在安全感上面 你是依賴他的 那講到最後 當他拿到你的錢 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抽走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對你的傷害 是不是可能比光騙你錢 還要更傷呢 一份英國的調查 在有回應的人當中 超過一半 大概百分之六十左右 都會給錢耶 所以你覺得這生意能不能做嗎 一般人認為 落入愛情詐騙的這個人 大概是女性居多 大概是年輕人居多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 統計數字來講 從去年2023年開始 會落入愛情詐騙的人裡面 男生已經開始有超越 女性的跡象了 那大部分的人的趨勢 也是從50歲到60歲到65歲 開始有年齡上漲的趨勢了 那其實年紀越大 錢越多 我們就在想 其實人的本性是需要跟人家連結的 做得越成功的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呢 可能遇到一些挑戰 或者是有些是上偶啊 離婚啊 這些狀況的時候 他們的心態就可能處於一個 當時是覺得比較弱的狀態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會target這樣子的一群人 那一開始跟你 跟你有善的聯絡 那他們的手法不外乎 注意到其中的一點 就是他絕對不會跟你見面 然後那個上面的照片絕對是假的 那通常在做詐騙的時候呢 這個照片他們都會去找 長得不錯的啦 男的女的都是長得不錯的 那去哪裡找 去一些我們沒有想過的國家 比較遙遠沒聽過的國家 那些國家的演員 那些國家的一些表演者 把他們的照片拿來作為 這個社交媒體上面的照片 然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都會給你很多的資訊 讓你可以信任他 在我們現在 科技這麼發達的社會裡面 要製造出一個假照片出來 可以亂真的假照片是不難 但是這裡重點來了 你願不願意去相信他 你夠渴望 你就願意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對方抓住了你這一點 你心裡面 渴望與人建立關係 建立一個連結的時候 覺得這個人真好真好 你怎麼會希望他是假的 你當然但願他是真的 那這個時候他給你 任何一樣東西 你都很樂意拿到手上 相信他是真的 所以他就運用了 我們心裡面渴望的一個機制 就是我們所謂的 Motivated Reasoning 那在這樣子的手法底下 我們想到說有什麼的警告 可以去想到的 就是這個人他絕對不會跟你見面 他可能可以跟你打電話 但是他絕對不會跟你見面 所以如果你在網路上認識一個人 什麼什麼都很好 你也覺得你都確認過了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趕快跟他 他要求一個Face to Face Meeting 那通常他們都已經佈局好了 他一開始就跟你講說 他是在那個石油公司做事 他在很遙遠的地方挖石油 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聯合國的醫生 現在在Yemen的這個做事 沒辦法跟你見面 大致這些手法之外呢 其實我們再回到 我剛剛來開始要講到的一點 是說這些詐騙的手法 我們大家可能都聽過 利用人性的弱點都很類似 但是為什麼我這一年來 這麼的覺得會想要去更理解 愛情詐騙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個愛情詐騙的受害者 他就跟我講 他感覺好像被人強姦了一樣 可是這人他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碰過 但是感覺是被冒犯 為什麼這個受害人在被詐騙之後 會用這樣子的詞彙 我也花一些時間去體會啊 你知道有時候你感覺到 你在一個人的面前是毫無保留 所以有些人會形容說 好像一絲不掛的在你面前 好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我們一絲不掛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如果是被迫當然是恐懼啊 如果是在親密關係當中是愉悅啊 所以你跟一個人的一段關係發展到 你覺得可以在他的面前不用隱藏 沒有什麼不敢講的 沒有什麼可丟臉的 他完全的接納 那是多好的感覺 結果發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覺得很重要的東西被搶走了 那為什麼我說很重要的東西 錢當然是一個 但是那是你的情感 那是你的信任 所以他進入了你的家中 他進入了你生命當中的聖壇 Sanctity 是你覺得很聖結的地方 你跟他分享了 他卻用這個來插你一刀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心裡面所受的創傷 我覺得跟一般的詐騙是稍有不同 其實我記得以前我有一個病人 他家裡被這個闖空門的進去 其實還不是搶耶 就是被偷了 他回家都說他有被Violated的感覺 被冒犯的感覺 而且覺得髒 因為我不知道那些人到過哪裡 不知道他碰了什麼東西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家裡被偷都會有這種感覺 那在你的感情生活上面 被人家糟蹋到這種地步 還沒有人敢說 還怕別人講你是笨 真的 裡面的那個感覺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